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叫我女王大人 等也一时间成为了热门 2015年《十万个冷笑话》大电影《鲁器上映》 电影主要讲述了有条吐槽能量的男主角 没错 这个电影的男主角没有名字 就叫男主角 在打扮尼布拉什大王之后 也为自己的依据吐槽能量太大毁灭了地球 在灵魂重转战中 男主角无意间闯入了狮子狭剑 遇到了狮广戟 借助他的狮广戟回到过去 成为了拯救世界的大英雄 却没有想到施工一不消息打乱了施工 却让地球陷入了更加危机的境地 施工的错乱时的 班学公主 李静 哪吒等人 一起穿越到了地球 在他们的暴露之下 男主角一星人又一次拯救世界 使地球恢复了和平 看看这第一部的尿性 朋友们 你们看出来了吗 这系列动画最大的特点就是 搞笑无厘头 剪酷爱 辣狼配 在这部动画片里 没有什么是他们开不了的脑洞 什么葫芦 小金刚只爱是蛇药 皮诺曹和班学公主 最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哪吒是个金刚霸比亚 李静的设定的是 白奔白奔 恐手解白人 什么黄斐红 大战霍元甲 俩人根本不动手 而是在不断地打嘴炮了 毕竟这是个神奇的动画 他们可以找周杰伦来给太医者人配音 他们单广告的技术也是一流的 不管是手游手紧还是其他产品 都可以相视之路还没有违和感 同时他们还是一个爱飙车的动画片 一个没注意就开起了车 可见啊 这个动画片的变剧们 都是资深的老自己 中国的话读们还是谨慎观看的好 便一不小心看个动画片 呵 见馆斩外了 等到了几年 熟悉党一开始上映了的大护法 又给众多爱好动画片的成年人 砍起了一扇信的大门 如果说 五年的大圣鬼来的上映 给众多动画片爱好者 打了一扇强行计 那么几年大护法的出现 则又一次给了人们敬喜 这大圣鬼来走的是情怀路线 大护法走的是政治敬悚路线 那么8月18号即将上映的 十万个冷笑话2 则是妥妥的 逗笔路线 同时和大护法一样 这部动画片呢 也是成人动画 嗯 好了 我知道你们已经想买了 我知道 你们看见成人俩字 就忍不住往外了想 魏玛说啊 这十万个冷笑话2 是成人动画的 并不是说电影的内容少而不一 而是说里面塑造的笑点 只有杠成年和讲要成年的人 看得懂 其实啊 我们大伙啊 前期见我已经抢帮帮的 看了这部电子了 可以负责任的说 如果有人号称 字节是90号 看了这部片子 却笑不出来 那么真相只有一个 嗯 秦极则 他是骗你的 十万个冷笑话2 讲述了一个 发生在浩瀚宇宙中的 奇幻喜剧故事 主人公小金刚 无一种获得了 可以找到 创世神杖的藏宝图 而三大铁神 为了寻找九死灰的神杖 也分别派出了 雅典娜 和神 及雷神托尔 作为各自的代表 去抢夺小金刚的藏宝图 仓宝图在抢夺过程中 意外损坏 三个年轻的铁神 只能和唯一一个 看过仓宝图的小金刚 一起踏上寻找 创世神杖的旅程 对的 你没有看错 就是那个和蛇警搞 对象的小金刚 拥有圣刀式的压典娜 和整天榜人 招福子的河神 还有傲定之子雷神 一起踏上了旅程 只不过啊 这个雷神 不是那个被弟弟 捅神千百变异 就带弟弟如初恋的索尔 而是 一条狗 相信我 这是一部假说 爱与友情的电影 同时呢 也是一部 关于友情和冒险的电影 在笑点躲到炸裂的同时呢 还解释出了 葫芦小金刚 和女王大人的 冤定三生 以及石刚记的来历 看过十万个冷笑话的朋友们 可以在这部电影里 找到答案 没看过的也没关系 看完了这部电影 你一定会去网上 补起遗忘的动画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别忘了 8月18号 一起去影院 看电影哦 想要看更多精彩的视频 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 美洲更新的节目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